可以 OK 好 大家好 我是Noah 然後我第一次來 所以如果講什麼奇怪的話 請大家不要太介意 所以我們的這個專案叫做DOWZERO 因為我們是從WEB3來的嘛 所以是想把GNV注入一些WEB3的技術跟能量 然後再看創新可以做出什麼事情來 那所以為什麼我們會做這件事呢 那前幾個月我在紐約的時候 碰到後面的Vivian 然後我們在做這個 去了這個Funding Commons Event 那Funding Commons是什麼呢 就是用WEB3的用區塊鏈的技術 然後去用區塊鏈的激勵機制 跟它的這個協作機制 然後去看在公共財裡面 可以去發揮什麼樣的一些能量 那比如說像是募資啊 或者像是什麼這些影響力證書 像Ronnie剛剛講的那個NFT的 做這個影響力證書 去給予成就的這些認可 這些其實全部都包含在裡面這樣 那所以那個前...應該是一個月前吧 就開始到GENERAL裡問大家說有沒有人對這件事情有興趣 所以就開始跟大家討論 我們ISABEL也支持這樣 那所以過去的幾個禮拜 那禮拜五的時候我們都有開會 然後再開了一個頻道叫做 就Hashtag Web3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來這個頻道裡面去看一下 那我們現在也把資料整理得比較完整這樣 那為什麼要做這件事呢 其實把去了Funding Commons 我們覺得在Web3跟公共財的交集 其實有非常多的事情可以做 那台灣又剛好跟GENERAL又剛好 是一個非常好的 這個公共財或者是社會創新的實驗場域 所以對我們來說 我們想要把Funding Commons帶來台灣 然後跟國際的組織去做合作 然後帶來台灣之後呢 在台灣跟GENERAL的這些 HICADON去做結合 然後可以做很多的實驗 然後再把這些實驗的結果呢 往國際去推 讓全世界可以看到台灣在這邊的成果這樣 OK 所以 那我們要做的是什麼呢 我們要做其實就是10月底的時候 在那個10周年的附近 我們會辦一個DowZero的啟動會議 所以主要是以會議為主 然後也會找這些國際的 在Web3跟公共財的這些講者來 然後來做這個啟動的事情這樣 那其他現在目前就是像 像我跟Vivian當然在裡面 那其他Doni、Isabel、HCE跟AU 也是目前有跳坑的人這樣 那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看這個活動 可以做些什麼事情的話 就可以到那個HashtagWeb3裡面去看 那今天想要請大家來做什麼呢 就是如果有對Web3有興趣 對這個Web3乘上公共財 這件事情有興趣的話 可以跟我們來 先做一個Web3的知識共筆 讓所有的這個GENERAL的人 在onboardWeb3 或者是在進入這個Web3的領域 可以有一個前期的知識 那我們可以一起來寫這個東西 那今天大概就這樣 謝謝諾啊 那